自从阳玄感起兵造反以来,隋朝各地的反隋武装风起云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就连隋阳帝本人也遭遇了起义军的打击。 可以说,此时的隋阳帝已经危机四伏了。 那么面对国内的乱局,隋阳帝将如何应对呢?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记蒙曼副教授为您讲书谢的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十八集,自顾不暇。 公元六百一十四年 蓄谋已久的大会族杨玄感突然切断正在东征的隋阳帝的梁道,起兵反随。 杨玄感的反派让隋阳帝失了不起,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身家险恶的杨玄感会反叛自己。 无奈之下,隋阳帝只能派人镇压。 由于杨玄感准备不足,杨玄感叛乱不到两个月就被隋阳帝镇压下去,但这也给了隋阳帝一个致命的打击,甚至让他当众污液流涕。 而更为糟糕的是,除杨玄感之外,天下的反隋武装已经风起云涌,隋阳帝此时已经是危机四伏了。 那么在这个关键时刻,隋阳帝将如何加强自己的统治呢? 面对着各地的起义军,隋阳帝又将如何部署?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记蒙万福耀兽,全面解读隋阳帝的悲剧人生。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十八集,自顾不暇。 不知道咱们听上一集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在讲杨玄感叛乱的时候, 我们曾经说过,无论是杨玄感兄弟也好,还是他们军师尾福寺,还是其他的一干从半吧, 反正都是拉到羔羊,也就是今天河北的定州去最后处军。 那为什么要拉到羔羊去呢? 是因为当时隋阳帝就驻碧在羔羊。 那隋阳帝他从前线撤军回来,不回他的西边的京城,大兴城,也不回东都洛阳,他为什么非要待在羔羊? 很简单,因为羔羊离卓郡近,离辽东战场也近,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他还想再一次东征。 果然就在转过年来的二月份,也就是大业十年的二月份,隋阳帝就又一次召集文武百官,再次商量东征。 那隋阳帝提出这么一个动议,文武百官是什么态度? 自治通建在讲这件事的时候,记载了这样一句话,说数日无干言之。 讨论了好几天,大臣没有一个人说话。 大臣为什么不说话? 很简单,因为他们不同意。 因为在这个时候,整个国家其实已经乱套了,全国各地到处都开始有老百姓造反。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所谓隋末农民战争。 我们从学中国历史,就会学到隋末农民战争。 那我们也知道,所谓隋末农民战争不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从第一次隋阳帝预备东征的时候,隋末农民战争就已经开始了。 当时不是大业七年吗? 隋阳帝在山东地区征兵征夫,搞得民不聊生。 所以山东邹平县就有一个叫王伯的人,自称知识郎,就在长白山头造反了。 这个长白山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吉林那个长白山, 而是山东邹平县的一座小山。 这王伯在那起兵造反,扯起了隋末农民旗的大旗, 他还编了一首歌叫《无向辽东浪死歌》, 就是不要向辽东去白白送命。 这歌是这么唱的。 长白山田知识郎,纯着红螺,锦备当。 长烧青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张物,下山吃牛羊。 呼闻冠军志,提刀向前荡, 必如辽东死,看头和索上。 什么意思? 我是长白山田的知识郎。 我知道市局的这么一个小伙子。 我身着红螺做成的锦备当,穿得很漂亮。 那么我穿成这个样子,我要干什么呢? 我要耀武扬威,所以我的长烧可以刺破天半, 我轮起大刀可以灰映日光。 一个这么威武的人,他想干什么? 他说我的日常工作是什么呢? 上山吃张物,下山吃牛羊。 上山我就射杀张物,下山我就再杀牛羊。 日子过得很不错。 那如果官军来了怎么办? 官军如果要来围剿的话,我就提刀向前荡, 我就跟他去拼命去。 那为什么我不怕死呢? 最后一句说的是, 必如辽东死,看头和索上。 那如果我要是不跟官军在这打的话, 我也得到辽东前线去, 反正都是一样死, 那有什么可怕的? 这个歌传得很远的, 当时也是山东地区的流行歌曲。 这是隋末农民战争的开头。 那后来随着这个战争的负担越来越重, 起义也越来越多。 但是, 在杨玄敢起兵之前, 这些起义通常来讲境界都不太高。 基本思路都是逃避兵役, 校聚山林, 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 活一天算一天。 那我们看这个无相辽东浪死哥说的就很清楚, 他要干什么? 只不过就是要上山吃张卤, 下山吃牛羊。 到了杨玄敢起兵之后, 就不一样了呀。 那时候天下人就觉得连隋阳帝的亲信都来造他的反, 那他们就一下子看到推翻隋朝统治的希望。 这个阶段, 农民战争不光规模越来越大, 而且就开始公然有人称皇称帝了。 称皇称帝有什么意义?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天无二日, 国无二主啊。 隋阳帝现在已经是皇帝了, 你再说你来当皇帝, 那其实你就等于明确表态, 你跟隋朝势不两立了。 那这样的目标可就比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更有啥伤力了。 官员都觉得非常的恐慌。 那所以呢, 当时农民旗已经到这个阶段了, 官员的主要想法就是要休养生息, 咱们安抚一下国内老百姓, 解决一下国内问题。 所以他们不同意他。 那问题是既然不同意打, 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提出来, 非要在那沉默成一片? 因为他们不敢说呀。 我们前面一直在讲啊, 隋阳帝是一个刚愎自用的皇帝, 自视甚高。 他曾经公然就讲我性不喜人见, 我生性最讨厌别人给我禁见, 谁要是敢给我禁见的话, 我绝不让他活在地平面之上。 这话不是一般的威胁, 他还是真敢这样干的。 我们讲过像老臣高炯, 老臣赫洛毕, 老臣薛道衡, 不都是因为出言不慎就被他杀死吗? 这么老资格的官员都说杀就杀, 那就把其他官员的胆子给吓破了。 所以自从高炯他们死之后, 基本上就没有人再敢给隋阳帝提不同意讲。 他们既不同意, 又不敢说不同意, 那不就沉默下来了吗? 所以隋阳帝就这个事情连续问了几天, 朝堂里就是一片沉默, 在这种情况下, 隋阳帝应该怎么办? 其实我们知道沉默本身也是一种态度, 大臣如果都不说话的话, 隋阳帝就应该知道他们的基本意见了, 那他会不会尊重他们的意见, 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 隋阳帝才不可能这样做呢? 隋阳帝是什么人? 权力意志极强, 自恃甚高, 眼睛里一贯只有自己, 没有别人, 从来不以纳见见诚。 从前他也没少跟大臣闹过别扭啊, 他那时候无论是大兴土木啊, 还是开工程啊, 还是说云游四方啊, 每次都有大臣反对, 而且说实在都有不少大臣反对, 他不也都做了吗? 做完之后效果也挺好, 他就开始对自己产生盲目自信了, 总觉得只有自己是天才, 其他人都是傻子, 那傻子的话有什么可听的呢? 再说了, 如果这个时候放弃东征, 那等于什么呀? 那等于认输啊, 你打了两次没打赢, 然后就不再打了, 这不就认输了吗? 隋阳帝那么骄傲一个人, 他怎么可能认输呢? 所以无论如何要再打一仗, 把这个局面给搬回来, 那其实啊, 我们就要分析分析了, 隋阳帝这是什么心理啊? 这已经不是一个理性政治家那种, 审时夺势能屈能伸的心理了, 这已经是一个赌徒心理了, 输得越多, 越想再赌, 好把这个本钱都搬回来, 眼看着群臣一片沉默, 隋阳帝还是一意孤平, 就在大业十年的二月二十日, 他就下诏了, 皇帝五十二战, 腾汤二十七争, 方乃得失诸头, 另行偏下, 什么意思呢? 古圣先贤也不是一次就取得成功的, 也是历经失败, 最后才成就我们大业, 所以啊, 我也要再接再历, 为了完成大业, 我一定要第三次东征, 就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打仗的诏令, 那这个诏令一下打, 马上全国当然就再一次动员起来了, 士兵也好, 民副也好, 又再一次从全国各地, 齐吉卓郡, 向辽东进发了, 在阳选感叛乱之前, 隋朝各地的反隋武方, 就已经如火诸徒了, 这种情况, 隋朝的君臣上下, 都是心之毒, 但是隋阳帝不顾众大臣的反对, 坚决一意孤醒, 可以说, 此时的隋阳帝, 已经不是一个理性的政治家了, 而是一个不达目的, 势不罚究的赌徒, 那么这一次, 隋阳帝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士兵们又将是什么态度呢? 我们讲第一次东征的时候, 士兵是穿戴了整整齐齐, 编队出发, 一天一队, 跟参加嘉年华一样, 就差唱着歌去了, 对不对? 第二次, 虽然说大家已经知道厉害了, 没有原来那么兴高采烈了, 但是总的说来, 大军开拔也还算是顺利, 可是到了这第三次出征, 士气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士兵都知道啊, 往前走, 不见得有什么好结果, 也许就再也回不来了, 何况自己家乡都已经乱了套了, 谁还有心情在到别的地方去打仗呢? 所以整天不是想着怎么样打胜仗, 而是就想开小差往回溜啊, 按照姿势通鉴的说法就是, 士族在道, 亡者相继, 在路上逃跑的士兵是络绎不绝, 这就让隋阳帝太生气了, 仗还没有打士兵都逃着, 怎么办呢? 他要警示一下这个逃兵, 怎么警示呢? 大业十年的三月二十日, 三月二十五日, 隋阳帝一行了就到了临鱼宫, 就是今天河北的福宁县里头, 在这儿啊, 隋阳帝就穿上一身戎装来亲自祭祀皇帝, 祭祀皇帝干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皇帝当年大战持游, 然后开创自己的基业的, 隋阳帝想通过祭祀这位古圣先贤来展示自己必胜的决心, 那展示必胜决心, 祭祀皇帝跟这个警告逃兵有什么关系? 隋阳帝有本事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 那不是祭祀皇帝吗? 他呢造了一面大骨, 骨上蒙着骨皮, 这骨竖在那之后, 他就把抓回来的一些逃兵给拎到这个骨前头了, 然后一声令下手起刀落, 这些士兵的脑袋就掉下来了, 鲜血骨骨涌出, 好, 祭祀皇帝再把这些血收集起来, 涂红骨面, 然后泪起大骨, 号令三决, 这场面够血腥够恐怖的吧, 有没有把别人吓住, 有没有用, 根本没有用, 士兵该逃还是逃, 而且越逃越多, 那这样一来可行军就不顺利了, 今天这个编队说没人了, 明天那个编队人少了一半, 虽然那一边带领军队往前走, 一边还得抓着逃兵, 那这样一来呢, 行军速度可就慢下来了, 怎么叫行军速度慢下来, 我们举一个数字大家就明白了, 前两次东征都是四月份就推进到辽河, 而这一次一直到七月中旬, 虽扬帝才来到辽河旁边的怀远镇, 就是现在的辽宁省的辽养, 那我们知道东征和一般打仗不一样, 这个战争啊, 其实受天气的特别制约, 什么时候打最合适, 每年一定要在双冻期结束, 到暴雨来临之前, 这个时间段打才行, 为什么呢, 如果双冻没有结束, 地上没有长出草来, 这个马吃什么, 还有那河都结着冰的粮食怎么运, 那为什么说暴雨来临之后也不行呢, 暴雨来临之后, 路上一片泥泞, 河流一片泛滥, 运冰运粮还成问题, 那么双冻在东北地区, 现在的东北地区辽东半岛, 什么时候结束, 每年要到四月份双冻才结束, 那什么时候就开始大雨滂沱, 每年到八月份就大雨滂沱, 所以打仗只能在四月到八月之间这四个月进行, 可是现在呢, 随扬帝七月半才刚刚来到浅县, 这仗不就没法打了吗, 那我们说到这儿, 大家可能会想了, 随扬帝呀, 这边士兵的士气又不行, 这打仗的最佳时机也错过了, 那么说这一次又是打败了, 还真不是这样, 三次出征就这次情况差, 但就这次打得顺利,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的, 带着一支世纪不佳的军队, 随扬帝一行人以最慢的速度向前出席, 可以想象, 他们又将面临一场败局, 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 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什么变化呢, 国王高原居然决定不打了, 前时请降, 而且还把大业九年因为杨玄感叛乱, 而投降高原的将领叫胡思政, 五花大绑, 绑到了辽东城下, 算是自己请降的一个投名状, 投降了, 那他是不是觉得挺奇怪的呀, 高原一直很顽强啊, 前面两次都打得那么艰苦都顶住了, 这一次虽然说有失败, 但是那一场战役的失败算不了什么呀, 怎么就忽然软下来了, 其实也挺简单的啊, 他也打不下去了, 战争是最消耗实力的事情, 所谓啊, 杀人一万自损八千, 是不是, 随朝如此强大, 两场仗打下来, 尚且是民不聊生, 举国造反, 何况一个小国呀, 所以呢, 这时候, 国王高原审时度势, 就干脆投降了, 那高原这样投降, 基本上就算是不战而降了吧, 隋扬帝什么反应呢, 其实我们知道不战而胜, 正是隋扬帝最初的追求啊, 他应该非常高兴才是, 那在这种情况下, 人家投降究竟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思来想去, 隋扬帝还是接受, 为什么呢, 毕竟国内动荡, 士兵逃亡, 打仗的最佳时间已经过去了, 隋扬帝心, 其实心里也没有把握, 如果打下去还能不能打得赢, 所以现在既然高原请降了嘛, 那就顺坡下旅, 接受下来好了, 反正呢, 这个自己是胜了嘛, 也算是对自己也好, 对天下人也好, 都有了一个交代, 那就这样呢, 隋扬帝就下令各路大军停止进攻, 接受投降, 准备班师回朝, 隋扬帝讲和, 那就这样, 到大业十年的八月四日, 隋扬帝一行就从怀远镇班师回朝, 第三次东征, 到次就结束, 那道理讲, 这次这个回朝啊, 是在高原投降的基础上回师的, 算是得胜还朝, 那应该是风光无限吧, 是不是呢, 才不是呢, 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隋扬帝总算赢得了脸面, 算是得胜回朝, 了结了他的一块心病, 这样一来, 隋扬帝终于可以腾出功夫, 针对一下国内的乱局了, 这对整个隋朝来说是一件好事, 但是时局瞬息万变, 让隋扬帝意想不到的是, 就在他们班师回朝的途中, 隋朝自己的子弟, 居然打起了隋扬帝的主意, 这是怎么回事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兰的, 他是康熙皇帝的表弟, 他的父亲是一代权相纳兰明珠, 他就是清代第一次人, 纳兰姓德, 纳兰这个人, 他一生活的, 其实就是一个字, 情 纳兰姓德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从他的词中, 我们又能读到怎样的人间真情呢, 中南大学杨宇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纳兰心事有谁知, 敬请关注 我们讲隋扬帝, 他从辽东战场往大兴城回师, 中间必然经过河北地方, 而河北地区当时已经是起今的天下了, 所以就在隋扬帝御驾途经邯郸的时候, 有一支骑军就盯上隋扬帝的资装了, 皇帝用的东西咱们看看是什么呀, 咱们把它告过来享受一下, 所以这支八千人的部队就早早埋伏在路边了, 隋扬帝这儿护卫军一过去, 后边不就是后勤部队了吗, 这八千人一拥而上, 就把这后勤部队冲散了, 然后抢劫了隋扬帝的42匹御马, 扬长而去, 那你想想看, 一个皇帝连御马都被人劫走了, 他自己能不心惊肉跳吗, 没想到国内已经乱成这个样子了, 这还算什么得胜回朝啊, 这还不算, 更让他郁闷的事还在后头呢, 那隋扬帝回国之后不就已经是进入冬天了吗, 那冬天眼看就要过年了呀, 按照惯例啊, 在元旦的时候呢, 隋朝是任何一个朝代吧, 都是要举行大朝会的, 到时候四仪的君主都得来朝进皇帝, 表示对皇帝的臣服, 那现在高原既然已经投降了, 隋扬帝呢, 在这次大朝会之前就争高原入朝, 你投降了呀, 你就应该到我这来, 觐见主上, 觐见皇帝来了, 那么面对隋扬帝这个争招, 高原什么反应? 高原没反应吧, 他觉得入朝挺不安全的, 万一扣住怎么办? 再说了, 你隋朝大军都撤了, 就算是我不去朝进皇帝, 你还能再打回来不成, 所以呢, 面对皇帝的征召, 高原是理都没理, 这可让隋扬帝觉得太美面子了, 要知道隋扬帝这次大朝会是寄予最大的期望的, 就是想借助高原来向其他的四鱼军长展示一下威风, 展示一下什么叫做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重申一下以隋朝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 可是现在首都披上节日盛装了, 鱼龙百姓也都摆在那里了, 四鱼军长也都招呼来了, 就高原不见踪影, 这不就等于打隋扬帝的脸吗? 那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 结果却一无所获, 这叫什么呀? 这叫不败而败呀, 而且是惨败呀, 败得一塌糊涂啊, 一败涂地呀, 所以说貌似第三次东征打赢了, 其实是又输了, 那面对这种情况呀, 隋扬帝也是难掩心头悲愤的, 所以大朝会之后, 他回到常乐宫喝得鸣顶大醉, 喝醉之后借着酒意, 他就写了一首五言诗, 这五言诗的主体内容现在都已经失传了, 只留下了最后一句话, 是这样说的, 徒有归非心, 无负阴风利, 我空有一颗雄飞高举的雄心, 但是再也没有借助长风翱翔太空的力气了, 这诗写成之后, 隋扬帝就让身边的美人反复引勇, 自己也忍不住替下山巾, 旁边的侍从也都跟着唏嘘不已, 这个雄心勃勃一心想要追踪汉武帝建功立业的皇帝啊, 现在精神上其实已经有点认输的意思了, 那么高原就是不朝近, 隋扬帝到底怎么办, 他一方面又是发布诏令, 说来年我们还是去打, 当然其实自己说这话都没什么底气了, 另一方面他就把一腔怒气都发泄在叛臣胡思政身上了, 胡思政这次不是带回来了吗, 怎么处置这家伙呢, 他把他绑到了这个金光门外, 然后绑在柱子上, 让文武百官都拿剑来射他, 好, 万剑齐发, 这胡思政通身上下, 射的就跟刺猬一样了, 然后呢, 再千刀万剐, 剐完还不算, 剐完之后还让文武百官都来品尝他的肉, 那我们说吃人肉多恶心啊, 是不是啊, 可是呢, 有些官员为了表现对隋扬帝的忠诚, 为了表现对叛臣的痛恨, 居然是吃了一口又一口, 吃完一块又一块, 一直到自己吃饱为止, 然后呢, 然后不是剩下一副骨头吗, 再错骨扬灰, 可是你无论是万剑穿心也罢, 还是千刀万剐也罢, 还是错骨扬灰也罢, 那对于整个局势又能有怎样的影响呢, 失败了, 不过呢, 尽管说第三次东征已失败告终了, 但是他对于隋朝的统治也有一点点好处, 什么好处, 那就是好歹隋扬帝又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国内问题上来了, 那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 其实对于挽救当时的局面, 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文, 隋扬帝终于把工作重心又转移到国内问题上来了, 隋朝的局面已经是危机四复, 如果不能解决内部问题, 他将直接威胁隋扬帝的统治, 此时隋扬帝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各地的农民起义, 那么面对着天下揭法的局面, 隋扬帝将派谁去应对呢? 当时国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毫无疑问国内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民起义, 就是农民造反了, 那怎么样对待这些造反者? 东征大军一开回来, 马上就转投入国内战场了, 那比方说来或者是原勇将, 他的儿子也不差, 特别是他的第六个儿子叫来整, 从辽东战场上一回来, 就直接进入山东河北战场, 而且是所向披靡, 所以当时有一首歌, 还是长白山地区人民编的一首歌, 就唱这个来整, 是这样讲的, 长白山头百战场, 十时五五, 霸长枪, 不畏官军十万众, 只畏荣公, 第六啊, 我们长白山头到处都是战场, 我们的壮士十时五五, 受握长枪, 我们不害怕官军十万众的围剿, 我们只害怕荣国公来获尔的第六个儿郎, 因为来整从东北地区, 从辽东地区投入山东河北地区, 所以这个地方的骑军就沉寂了不少, 这是一个厉害的, 另外一个厉害的将军叫张虚陀, 这也是在山东战场上涌现出来的得力战将, 这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按照随书张虚陀传的记载, 此人是姓刚烈, 游永略, 就是一个游勇有谋的人, 而且他曾经在随朝最著名的两个将军, 就是杨肃和十万岁手下当过军官, 所以是一个身经百战能征贯战的老将军, 那我们不是讲大业七年王博在长白山起义吗, 当时张虚陀正在担任齐俊成, 长白山是他的管辖范围, 那时候他就曾经创造过以两万部众来对抗王博十万联军的辉煌业绩, 到了大业十年, 这个张虚陀已经升官了, 从齐俊成升到齐俊通手了, 而且是领河南道十二郡处置陶补大使, 河南道是什么概念? 当时说河南道, 和我们今天讲河南省绝不是一个意思, 它比今天的河南省要大很多, 不仅包括今天的河南, 还包括今天的河北山东, 甚至包括山西的一部分, 江苏的一部分, 乃至安徽的一部分, 张虚陀就整个负责这大片地区的镇压农民起义的工作, 那在这个新岗位上张虚陀干的怎么样? 张虚陀照样干的事如鱼得水啊, 那么为什么他就能干的挺好? 除了他本人有本事之外, 还因为张虚陀手下有两员爱将, 这两员爱将是谁? 说出来大家一定知道, 一个叫秦琼, 一个叫罗世信, 我们听评书也好, 看随唐演义也好, 知道这个罗世信啊, 那是随唐演义里所谓随唐十八条好汉中的第七条, 秦琼呢, 那是十八条好汉中的第十六条, 只不过在随唐演义里, 这个秦琼一出场不就秦琼卖马了, 好像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中年人, 而罗世信呢, 那号称是傻小子罗世信, 跟李源爸有的一拼, 就是有力气没脑子那么一个人, 这是不是真的? 这就属于小说家演了, 不是真的, 历史事实是怎么样? 历史事实是, 如果我们要给秦琼和罗世信做一个定性的话, 四个字就够了, 那叫少年英雄, 什么叫少年英雄? 我们先讲少年, 当时秦琼多少岁? 秦琼当时只有十八岁, 罗世信呢? 罗世信更小, 当时只有十五岁, 少年, 那什么叫英雄? 秦琼我们其实都不用说, 秦琼那是后来唐朝的名将啊, 而且是两个门神之一, 还是灵烟阁功臣, 大家说起他的事迹都能滔滔不绝, 我们在这就不讲他的事迹了, 我们就讲讲罗世信, 罗世信怎么就叫英雄? 我们刚才讲到大业十年的时候, 罗世信十五岁, 但是他出道的时候比这还小, 刚出道的时候他只有十四岁, 就在张徐陀手底下做事嘛, 那么有一次打仗的时候呢, 他就主动请英, 说我要上阵杀敌, 张徐陀一看这么一个小娃娃, 而且个子还挺小, 就笑了, 说你要打仗啊, 你能不能穿上一副铠甲呀? 罗世信一听瞧不起他, 二话没说, 连穿两副铠甲, 而且背了两个剑囊, 然后飞身上马, 左驰右突, 表现的是神采飞扬, 一下子就把张徐陀给震住了, 从此之后打仗, 而且打硬仗的时候就用罗世信, 那罗世信打仗跟其他人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我们知道古代打仗都要砍敌人首级, 然后拿首级回来请上, 拿着人头回来, 只有罗世信他不拿人头, 他拿什么呢? 他拿鼻子, 杀一个人就割一个鼻子, 杀一个人就割一个鼻子, 所以每次出去打一仗, 就带回来一串鼻子, 那敌人也是文风丧胆, 这不就是少年英雄吗? 那现在张徐陀他负责河南道十二郡淘博, 这两个少年英雄就派上用场了, 当时张徐陀面对的最大的敌人是谁? 最大的敌人叫做卢明运, 这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农民企业的领袖, 这个人是从卓俊起家的, 当时已经转战到山东地区了, 有十几万部众, 算是一个声势很大的这么一支势力, 而张徐陀呢? 张徐陀别看他官挺大, 但其实手下只有一万多人, 人少, 人少也罢了, 他粮食也不够, 所以跟卢明运这对峙了十几天之后, 他的粮食吃完了, 人又少, 粮食又没有了, 这账不就不好打了吗? 所以只能先进行战略撤退, 问题是撤退呀,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是不好撤的, 你一撤, 敌人可能就要追杀你呀, 那时候你要是乱了阵脚就被人杀光了, 怎么办呢? 这时候张徐陀就对部下讲了, 贼见兵却, 必倾来追我, 营内急躯, 若以千人席营可有大力, 此城危险谁能去? 说敌军见我们走了, 一定会来追杀的, 他要来追杀的话, 他的大营一定空虚, 如果这时候我们去拔他的营的话, 那就会有大好处, 问题是, 替别人大营是件容易的事吗? 这是件非常危险的事, 谁敢去? 谁敢去? 那当然就是秦琼和罗世信了, 这两个人又是主动请营, 就趁着夜色带领一千人马埋伏到路边的卢尾丛中了, 眼看着自己的主帅张徐陀带领大军往前去了, 然后卢明月这边也果然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 一看见张徐陀军赶紧率众来追, 那好, 卢明月这一离开营地, 秦琼和罗世信马上带领自己手下的一千人去踢营去了, 那到了这个卢明月这大营这儿啊, 他们俩翻过栅栏就进去了, 大营里能没人吗? 不可能啊, 主力部队固然是去追敌人去了, 但是营里一定有留守部队, 留守部队一看有两个人爬栅栏过来了, 也赶紧上去杀, 问题是秦琼和罗世信是谁啊? 那不是18条好汉就占两条吗? 是当时战斗力非常强的人物, 这两个人手起刀落就砍翻了卢明月大营中的十几个人, 这一下子卢明月大营里的留守部队就有点乱了, 这时候呢秦琼和罗世信在打开营门, 让自己的一千个弟兄都进来, 然后到处杀人放火, 很快这个卢明月的大营就烧成了一片火海了, 卢明月这不是正追张虚索呢? 回头一看怎么后面火起来了, 自己大营给烧了, 赶紧又回来救援, 他往回一走, 张虚陀那边杀了一个回马枪, 和秦琼和罗世信一块, 前后夹击, 就把卢明月给杀了个七零八落。 我们刚才讲卢明月, 其实一共手里有十几万人呢, 最后他只带着几百个士兵突围而去, 其余的全都当了隋军的俘虏。 那我们从农民旗这个角度认识, 但是从当时隋朝官方这个角度讲呢, 那就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了, 河北山东的局面就为之一振。 那眼看着自己手下的将军如此骁勇, 隋扬帝也觉得很兴奋, 就当即派了化工到这个张虚陀的营里, 然后把张虚陀和罗世信就给画了像了, 画了像之后带回京城去, 每天隋扬帝摆在面前看着他们两个人笑。 他确实很高兴啊, 按照他的想象, 如果所有的将士都像这个张虚陀, 罗世信,秦琼乃至来者一样奋勇杀敌, 那么剿灭农民起义, 赢得国家安宁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可是啊, 就在隋扬帝积极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 有一则称语开始流传起来了, 那这则称语呢, 就让隋扬帝把眼光又从外面转移到了自己的身边。 这则称语是怎么回事, 它又导致了什么后果呢? 请看下集。 大业十年, 隋扬帝已经内外交困, 岁外战争并未获得任何实质成功, 国内的农民起义倒是风起云涌, 如火如蹄, 就在这关键时刻, 隋朝的宫廷, 让皇帝和大臣们之间的信任变得更加脆准, 关隆贵族集团也因此再度分裂,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大随风云下幕第十九集, 黎敏之死。